2号的晚间它会逐渐来到台湾东方的近台 甚至按照目前的路径 我们不排除在3号的这段时间 整个台风包括中心 很有可能会直接通过台湾上扣 目前的预报路径来看 登陆宜兰花莲 是机会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整个台风路径 还有再往南修的可能 在2号这段时间算是台风接近的过程 外游环流是晚上才会抵达 不过东北风开始逐渐的加强 因此在北部跟东半部 特别是宜兰跟花莲迎封面的地方 风雨的话算是越晚会越明显 尤其到晚上开始 台风的环流会逐渐影响到我们 到了3号算是台风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时间点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包括北部 东半部以外 包括中南部 尤其是山区雨势也都是相当的明显 这段时间预计会是全台湾风雨是最大的时候 这段时间预计会是全台湾风雨是最大的 这段时间预计会是全台湾风雨是最大的 感谢观看